哦 我都往里与下了 继幽灵螭欄之后 第三人螳螂 中进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好奇发 打卡螳螂的兄弟们 今天给你们安排了 我不但给你们安排了螳螂 我还给你们准备了螳螂捕食的环节 下面看看咱们的嗦觉 这只螳螂整体呈灰褐色 与大刀广斧比较相像 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说 螳螂它的体内经常有铁线虫寄生 不知道你们也没见过啊 反正我是没见过螳螂体内有铁线虫 就是不知道咱们这只螳螂 它的肚子里会不会也有铁线虫啊 但是我看了一下 它这个肚子啊 也不像有铁线虫的样子吧 这个螳螂最厉害的 就是它这副大刀 它这副大刀的威力 可算是家喻户晓 今天我就要用我的手指来 测试一下它这副大刀的威力 我看它是如何用这副大刀来 用这个吧 砍我的啊 来 敢不敢砍我 如果我要是去强行动它的话 它可能会砍我 我这样拿着它 我这样拿着它 你这样拿着它 不要让它舒服了 看 我去 这刀可不比咱们之前那个小幽灵啊 那小幽灵 它是这么来的 它是这么来砍我的 你看 它用前面勾住你的手 然后后面 刀的后面还有刺 我看一下啊 来了 来了 拼拼砍 看到没有 在拼拼砍 我去 有点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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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锯一下胶 来 这样啊 这样 这样 我把锯胶锯好了 看到了 这样 它是用前面的那个刀 那个尖子 然后勾住你的手 然后它后臂上面有刺儿 这样一边勾 一边点 它就顶到我的肉了 确实有点疼啊 不是开玩笑的 确实有点疼 我去 这家伙是有点厉害 哇 哇 它使力 它一使力 这个刺扎到我的皮肤里面去了 确实疼 就和那个刺针 就像用针扎你的手势一样的感觉 这里 然后我越碰 哦 痛 我去 我越碰它 它扎得越深 死活不松哎 我摸它 我一碰它 你看 看 我一碰它 它扎得越紧 我去 这家伙厉害了 我扶了 我扶了 我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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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送开了你了 大哥 我去 我送 我扶了 哦 别往里扎了 我去 拔掉 我扶了 哦 兄弟们 说实话啊 螳螂这副大刀 它真不是吹的 看你 没得商量 为我的新生 点个赞吧 下面让我们来亲眼目睹一下 近距离看一下 这个螳螂 它是怎样捕食的 哎 你说巧不巧 正好昨天晚上 我的被窝里 钻进去了 一只蟋蟀 哎呀妈呀 差点让它给跑了 我用手指 把这个盒子给捏来了 我俩在脖子的过程中 它 拔腿就跑 结果呢 一条腿 嘿 没跑掉 下面啊 我就把这个蛆蛆 给它放到螳螂这个盒子里 看看螳螂 如何捕食啊 会不会去捕食它 撒取了嘞 学里面 我实在没办法了啊 我不管怎么给它帮忙 它就是不去捕捉这个蛆蛆 就用大刀干它一下 然后就不动了 甚至可能还有点怕它 对不对 我现在给它弄一个面包虫 试一下 看它敢不敢 面包虫再不要 你就废了 难道你只敢干我吗 来 它现在是戒备 我估计它不敢进食 被我刚才抓了一下 现在有点怕 面包虫都不要 你看 它只是攻击 它不捕食 它在攻击我的镊子 来一个 来一个 吃一个 吃一个 别客气 看 它只是攻击在防守 防守 它不像刚才 用那个刀去砍我的手那种 那种 没有 它不会把它 把食物弄到手里去 哎呀 被我吓着了 被我吓着了 你看那刚才砍我的手 多凶啊 现在这个反而不敢要了 是不是吧 它肯定是被我刚才抓了 时候给吓着了 这玩儿 死活也不会吃的 估计搞不成了 静养两天吧 静养两天再看 本期视频呢 咱就先到这里吧 下期视频不敬不散 拜拜